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大家中午用餐愉快 你是喜歡吃飯還是喜歡吃麵 我其實兩種都很愛 不過如果吃晚餐時 尤其有種蒸魚 我就是要來一碗白飯 然後拌魚的湯汁 超好吃的 有人說怕胖 不會吃飯 怕有澱粉 其實好的澱粉 來一點是OK的 像我去日本出外景 我很愛吃日本的白飯 那個飯水質可能不錯 美食也好 還要煮的燉鍋可能也算不錯 煮出來的飯都粒粒分泌 超好吃的 好 不重要了 最重要是什麼 我們要告訴你 今天怎麼樣來煮好吃的料理 而且對於我們的健康會更好 我們請到很厲害的幽默主廚 他要跟這個煮飯好吃的祕訣 跟大家分享 還有呢 我們還有請到我們的Julie 我們歡迎二位了 大家好 我是動靈人妻Julie 我是幽默主廚蔡婉莉 今天和美鳳約什麼呢 眼紅外線煮出食物鮮味 精湛工藝 完成一桌美味 美鳳姐好 歡迎二位 這個要有一桌的美味 要有好的廚藝 我覺得工具也很重要 是 沒錯 今天要合作 做什麼樣的料理 我今天要用一個很特別的鍋具 對 對長炭鍋具來煮三道好料 好 好鍋配好菜 好的 第一道要煮 養生百歲雞湯 讚 第二道 麻油松板肉炊飯 生米煮成熟飯的 讚 第三道 蒜香煎鮭魚 養生百歲雞湯的食材有 小土雞一汁 糙米二分之一碗 蒜人二十半 薑片十克 扁尖筍五十克 枸杞十克 淮山片三十克 娃娃菜四顆 雞高湯兩千五百CC 麻油松板肉炊飯的食材有 白米兩杯 松板肉一片 薑片一百克 高麗菜一百五十克 紅蘿蔔六十克 雞高湯兩杯 黑麻油三十克 蒜香煎鮭魚的食材有 輪切鮭魚一片 櫃瓜一條 蒜人十半 好 我們首先 這就是你說的貝長炭 這個 貝長炭鍋 鍋 鍋 這貝長炭做的材料 做料理的口味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 一定不一樣 超出你的想像 讚 不一樣 有什麼閉嘴 待會兒再分享一下 好 今天今天先來 這隻這麼大隻 你要放進去 這隻 這個鍋看起來不大 先試一下 現在放在裡面兩層 要放下去 真的可以 而且它能量滿大的 對 今天這個雞湯 貝長炭是用竹子做的 蒙通竹做的 今天加上筍乾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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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問讚 其實在家我用雞腿就可以了 是 如果我一個人 用雞腿 用柴骨 雞腿 燉湯就可以了 我們再加上玄米 玄米 玄米 玄米它的膳食纖維非常豐富 它有營養素 玄米 好棒 臭味道的玄米 再來加上一些淮山 淮山 淮山片把它放進來 好 放一點蒜頭 蒜頭 你看光是這樣就好了 讓我們的水謝謝 好 現在來的水加下去 媽媽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 雞子先灑一灑 好 剛才它洗很清潔 可以燒水稍微灑過 我們在家裡可以灑比較多 你看 到那麼久了 你不要看它小容量 真的了 很壯 很壯 你看 有很多 容量很多 它這支看起來縮起來 縮起來 縮起來 但是裡面的容量很大 好像茶醬油 不是 你拿這個就漏掉了 拿什麼 不是這個就這樣蓋嗎 不是要蓋子嗎 蓋子 蓋子子 給你準備好了 這是鍋子 不是嗎 這個 我告訴各位 這個蓋子 它這個是 對 這是炒東西 煎軟 煎牛排 煎牛排 有零形格子紋的 有煎鮭魚 煎肉的 但是它有另外很重要的功能 沒有人知道的 蓋子 放過來 為什麼一定要用這個蓋子 為什麼要用這個 不能用一般蓋子 這樣把它蓋起來 我告訴各位 整支都是被廊山做的鍋子 它會放出圓紅外線 對不對 加上這個鍋子也是 所以一加一大一二了 所以這樣子造成這360度的循環 所有的 而且它 一邊然後放那支圓紅外線 改變水的分子 所以用這個 所以用這個 煮雞湯特別地好喝 你可以說滾起來 這個鍋也是非常燙 所以它裡面都滿滿的 鹽鹽化 對 沒錯 所以這樣的第一個 我們煮的時間短 然後裡面水分 它360度循環 對 也不會 蓄熱 保水 是 改偏水分子 所以它食物的原味都在裡面 所以簡單的調味就能夠 讓你喝出健康 喝出美麗 所以你減短那個時間就對了 當然 了解 你看 你看 漂亮 可以轉一下 漂亮 讚 很棒 其實有人擔心說 會不會不好 它會卡住 你可以只要轉成這樣 這樣來拿就好了 如果說燙的時候 因為現在還沒有很燙 是 老師一定要示範 很正確的方法給各位看 正確的 買回去很興奮 老師好像咬這樣湯 如果湯就湯不湯 因為到時候加熱的時候 這邊會比較不好拿 當然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特殊的設計 你看 轉個邊 轉個邊 然後用 嘴巴的手套把它拿起來 你看 是不是很好拿 其實很方便 這很方便的 沒有錯 這樣 這個鍋蓋厲害的地方 神奇的地方在這邊 妳知道了 我請教一下 這一定要用加速爐 錯 王姐妳跟我說有什麼爐 妳想到爐 加速爐 沒有就是這個 加速爐可以 可以不挑爐具 而且不挑爐具以外 還加 外加妳可以帶到外面 用木炭燙燙燙燙燙燙 燙燙燙都可以 還可以放在微波爐裡面 整支鍋都放微波爐 真的嗎 整支都是非常燙 所以沒有金屬 讚 沒有金屬 所以可以放微波爐 讚 很方便 好 剛才我們來做一個測試 測試一下 好 測試一下 剛才我有倒水進去 是 自來水 倒進去了 我們就用這個 貝糖浪鍋來煮 煮個30分鐘以後 來把它盛出來 因為它會改變水 本來是有一點微酸的 對 會把它弄成弱鹼 改變水分子讓它改變結構 因為這個煮就可以變 對 所以妳不用再去買鹼鹹水來喝 對 我們身體非常非常地棒 我們把它煮個30分鐘以後 是 我剛才下去煮到現在30分鐘了 我現在在鏡頭前面 盛出一碗來 待會兒放涼以後 再來做個測試 再來做一個比對測試 看它有沒有鹼鹼鹼 是 好 用鍋子來煮飯 我們今天很特別的煮一個 麻油 松阪肉飯 很棒的 倒點麻油下去 好 免得讓麻油香就好 妳也可以用古茶油 對 放點薑片下來 把它炒一下 對 它 現在蓋好 其實它導熱很快 導熱很快 蓋著一點就燙了 對 我們用這個鍋子來煮我們的 不管麻油雞飯 麻油松阪肉飯 還是高麗菜飯 還是所有的肉飯 南瓜飯什麼都可以 煮飯 你如果想要鍋巴 整個屋都有鍋巴 底部整個都有鍋巴 所以備長炭煮飯是特別好吃 對不對 對 我覺得你知道說會不一樣的 就是雞湯 我雞湯就雞湯怎麼會不一樣 它可能那個湯 它就是有一點酸鹼 中和 如果用自來水來煮湯的話 它有 備長炭會把綠去除掉 難怪我之前去人家家喝茶 我就有看人家煮水的時候 丟一塊備長炭的炭下去 我想說為什麼會丟呢 他說這樣水會特別好喝 我們今天你看這個炒得香了 把松阪肉喜歡吃的時候 把它放進來 這個是很方便 讓你一鍋倒煮 真的 對 像這樣的鍋是不是熱熱 不要去沖冷水 像燒鍋有時候會裂掉 對 一沖冷水熱的就會裂開 就開了 這個要注意什麼 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在製成上面 已經過1300度把燭炭 夢中煮把它燒製而成了 所以它耐高溫的 厲害的 譬如說我們可以 烤東西它溫度相當地高 所以它都不怕了 它不怕 但是你像我煮雞湯 你一定要煮完再去洗 不可能說你現在煮 把雞湯倒出來拿去洗這個鍋子 對 這個鍋子設計讓你整個磚在桌上 它有保溫蓄熱的效果 有 這個它蓋起來 你的老公 你的小孩子回來 湯都還熱熱的 還是熱熱的 是啊 它有保溫 這保溫效果非常非常地好 我請教你 其實譬如說吃蛋 那叫水煮蛋 煮作 蓋住那種 讓我們營養最好 是 如果那種蛋是要怎麼煮 煮 水煮蛋 有人說用電鍋下去蒸 這個可以乾燒 對 它可以乾燒 可以放蛋下去 鋪到濕紙巾 濕紙巾放 就好了 真的嗎 你可以用水煮 就是那個餐廳只是噴水 然後放在這裡 然後雞蛋放上面 然後給它燜煮 對 而且這樣 其實說你不會的話 你加水去煮 跟一般白煮蛋一樣 煮出來就不一樣 因為它會改變水的水質 也對 對 但是就是水煮會怕它撥開 不會 你可以小火慢慢去煮它就好了 小火煮 是 就把米放下去了 是啊 我們現在把它米 再下來拌一拌 對 先拌一拌就好了 喜歡吃高麗菜嗎 喜歡 喜歡不太棒 喜歡吃南瓜嗎 喜歡 可以煮連子飯 連偶飯 什麼飯都可以煮 OK 現在來我們把一些 高湯把它加進來 加進來 好 醃過它 差不多0.5公分就好了 放一點點鹽巴 好 鹽巴 米酒一拌就好了 米酒 厲害了 這要點點鹽巴一點點就好了 有米酒 好 加點米酒 OK 好 放在這裡煮 10分之 現在蓋著蓋 好 我們剛才那個鍋蓋很厲害 對 那只有一個 那我們有時候要同家煮兩個 怎麼辦 還有預備一個這個 還有預備一個這個 還有兩種蓋子 對 它有多種蓋子 煮滾一個轉中小火 慢慢煮就好了 好 中小火 比較小 滾起來嗎 滾起來 滾起來 好 這樣子中火就好了 好 他們就讓它去煮 把它煮乾10分鐘就好了 除了煮飯那麼厲害 還有 蒸湯 煲湯 對 然後也可以 剛才這個鍋子 還有厲害的地方 你可能不知道 真的很多了 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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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滷豬腳 滷豬腳 你看很好吃 軟身 很好吃 我們不是這樣而已 我們今天還可以來煎東西 煎魚 煎魚 媽媽最愛的煎魚 煎魚這個厲害的 厲害 我告訴你 這就是剛剛那個蓋子嗎 對 剛剛那個蓋子 我再給你看一下 這是剛才那個蓋子沒錯 剛剛那個蓋子 蓋子沒錯 它裡面有設計凹痕 讓它導熱更加地完整 更加地均勻 更加地快 設計這個 是有用意的 把它放著 這個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一般都是魚要解凍 對 這個 不用解凍 那要煎很久吧 這個如果說 這些是因為剛才 本來是硬的 放在這邊有點硬 軟掉了 你可以這樣整個 硬斑斑地把它丟進來 丟進來 然後把它蓋起來 它自然 它導熱很快對不對 而且它還有一個厲害的地方是 是什麼 它 解凍 所以媽媽如果下班回家 來不及解凍魚 就可以這樣子煮 直接把魚放進去 是 它解凍 我告訴你 解凍譬如說這樣子 直接它解凍得很快 所以它的水分 很快就流出來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當解凍工具 你不用買一個解凍盤了 你現在把雞 排骨 冷凍 排骨 放在這腳裡面 那腳蓋著 裡面這個解凍器了 解凍的效果 比一般你去沖水好太多了 是 因為它裡面都是備長碳 它放出來的 紅外線會快速地 讓我們的解凍的水分跑出來 感覺很厲害 瘦的瘦的 真的很厲害 媽媽很省事 不用擦那麼多的油膩 你看看 火花 滑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黏 對 它沒有黏沾住 來看看 這很漂亮 來 這裡 漂亮 這樣美美的 你可以再次把它蓋起來 我們這樣蓋著 今天有個好處 它所有的蛋白質會凝固在裡面 肉汁會鎖住在裡面 所以煎魚 煎肉特別好吃 也很健康 是的 要輕輕鬆鬆的 其實像這個鍋子 它虛熱能力很好 所以有時候你煮到 大概八 九分熟的時候 你把它關起來 利用後面的餘溫 它熟得剛剛好 這個差不多 這個滾起來 來 看看 有滾嗎 熱湯的 剛才還喝的湯 漂亮 可以 你可以聞聞看它那個香氣 那個油 再放白菜下去 剛剛好 這個好像雞精 讚 我們放點枸杞 漂亮 這一鍋原汁原味 漂亮 最後面你可以放一些白菜 或你又想要吃蛤蜊 可以放蛤蜊下去 都可以 就是非常方便 這一鍋裡面 它有玄米 有蔬菜 它非常棒 對 很營養 是的 你看看 煮一個 外面有錢買不到的雞湯 家裡煮最方便 用開玩笑 你看這麼多麼的漂亮 好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麵 我們來看這家 這家麵就這麼讚 高麗菜不會過於爛 不會滑 因為它最短的時間內 十分鐘把它煮好 而且 你看看 好熟了 飯都熟了 你看看 我買一個飯 我怕它看 你看 如果要鍋巴 你可以慢慢再燜 是 這樣太好了 那我們可以 準備上菜了 好棒 好棒 好多 好雞湯 那就是 是 這個是乾淨的 我沒有 來 謝謝 雞湯 好 晚上有時候喝一碗熱湯 覺得好幸福 當然 是 今天你經常喝這種 滋補養生 真的不一樣 真的不一樣 這也沒有什麼 過度的調味 好甜 是 為什麼 偏偏的 用這個鍋子煮 不用過度調味 就不用過度調味 不用說 外面要加很多的東西 添加 不用 因為我們第一個 你有加了什麼 就是 只有鹽 加了愛 加了我們其實 好會 對 很貴 你好會 不是很貴 對 因為用這個鍋子煮 再加上那個鍋蓋 它整個 一般我們煮雞湯 味道會跑掉 為什麼會跑掉 第一個 你水消失得快 你必須要再加水 所以它雞湯的味道就 稀釋掉了 氨基酸蛋白質要跑出來的時候 你又加水 那還不對 我們用這支鍋子 水把它加煮 慢慢讓它循環 小火細燉 所以燉出來 這個湯非常地濃 非常地好喝 剛才有做一個測試 一開始我們煮一鍋水 然後再煮了二 三十分鐘以後 把它拿出來 這就是這一碗 放涼了以後 我們現場來做一個測試 看有沒有自愛水 它變成有沒有改變 變得改變 我現在現場吃一張柿子 現在水在這裡 把它放進來 好 放進來 你看 你看 對照一下 它變成 綠色的 因為我們將水的分子 改變了 所以讓它呈現為弱點 所以剛剛Jurie說 為什麼去泡茶要加那個特別好喝 因為用那個就放個 貝糖餐下去水會改變 好 所以 所以是水 把水改變了 那東西就變好吃 對 沒有錯 飯真的有香 飯是又好吃 你看日本的長壽村 最愛的就是貝糖餐來煮飯 然後用貝糖餐鍋來做 我覺得日本覺得 他們的米特別好吃 特別好吃對不對 不是他們厲害 不是 是那個鍋具厲害 就像我們今天的鍋具厲害 能量 非常燙 而且是整支都是 不是包覆的 整支都是用 所以能量特別好 好好吃 這個飯好香 粒粒分明 而且會Q 而且會快速 這個總是要稍微實驗一下 好不好 讓我們看說 高溫燒製的 這個燭炭 它的能量是有多強 好 我們現在來做個實驗 這個剛才是鍋子的剖面 你看這個剖面 它非常地紮實 它高溫燒散 非常紮實 這個是電燈泡 我們來 你看它接觸上去 厲害吧 厲害 好像變魔術 它不是產生 它那個會有最佳的導電能力 因為它要用高溫製成的 燒製的 所以它 導電能力的特別強 妳看 再看一次 妳看 好特別 我想試試看 我想試試看 是每一個人還是只有師傅放 慢慢看看 真的亮 真的 原來妳也會放電 對 真的 好厲害 你看 還有一點我覺得 讓它這個鍋子一體成型 要清潔也比較有清潔 對 沒有錨釘 對 清潔方便 我們剛剛這個鍋子是用什麼做的 材質大家現在都非常地在意 用什麼做的 這個鍋子 它那個竹子是哪一種 有說有差嗎 這個是夢中煮 夢中煮要選在 海拔1000公尺以上的 而且不是高就好 還要4年以上的 把竹子拿來燙化高溫 1300度把它燙化 燙化以後再經過處理 會變成這樣 會變成這樣脆 再拿這個去做這個鍋子 所以這個鍋子就是它 用它來做的 我看過人家 拿這種放下去煮水跟米 是 妳如果煮白飯 這個稍微清潔一下 放下去 它不是一般的木炭不行 一般木炭煮一煮變成黑炭的米 這個稍微清潔一下 放在白米飯上面 煮出來白米特別地香Q好吃 它除了這三樣料理 還可以做什麼料理 妳說 妳說妳會怕 好 妳怎麼說 我怎麼吃我的白菜 再來可以 你一定要問說怎麼烤的 對啊 怎麼烤 厲害的是乾鍋烤 就是這個鍋子 不用加任何一滴水 你加你的地瓜 清潔乾淨 黏皮 把它清潔乾淨 然後放個網架 架子把它架高 排上去 再將這個鍋蓋把它蓋上去 360度循環 它可以高溫 一般鍋子是不沾鍋 是不能高溫的 對 甚至鍋子可以耐高溫 所以不是烤地瓜而已 烤魚 烤雞 烤牛排 你想烤蝦 烤什麼都可以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不用加水 不用加什麼 就這樣烤它 是 妳懷疑 對啊 對 我當初有懷疑 但是我測試過了 真的很棒 烤出來地瓜就是這樣 你看 你看 這麼軟綿 這麼好吃 它這麼好吃 這麼軟綿 真的非常地好 一般的砂鍋的話 它會爆開 對 一般外面的房間 買的砂鍋會爆開 但是這個不會 因為它製的過程 是一千三百多度的高溫製成 所以我們一般來炭烤的東西 它有兩百多度而已 它頂多在兩百度 兩百到兩百度 所以它可以耐高溫 是的 它可以耐高溫 沒錯 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好 你煮飯做料理多方便 方便了 我只要有這種鍋子隨時 30分鐘內就可以變這麼多菜 你們會再耐熱 我告訴你 半夜要煮魚的時候 你這樣子拿冷凍拿出來煎就好 真的直接丟下去 用退冰 我媽媽一定很喜歡 黑色非常高尚 你看 鍋子 它本身就是 備長炭做的 所以你要做料理它很輕鬆 又有營養在裡頭 重點就是 不用每次就是用長炭 放著煮一個水 然後再倒 直接放在這裡就可以了 對不對 很幸福 很方便 你真的很害怕 還有愛心 真的很棒 碰到這樣好的鍋子也真的很開心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各位好朋友們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師傅 謝謝師傅 謝謝 謝謝 這個白菜也好新 好 白菜看起來很棒 我們就吃雞丸 OK 美鳳有約